今年1月中央推出欢迎台商回台湾投资行动方案 第一家响应的就是在逐科发迹的志邦科技 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造访 肯定志邦在网路领域的成就 也提出了树高万丈跟还是在土里 呼吁更多的台商回台投资 我们政府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发展 也让好的企业回台湾 因为树高万丈根还是在土里 希望以落叶归根再维吾自己的根 再绝壮过去的五年我是失业 但看到志邦科技过去五年 营业额从200亿300亿400亿 到今年要穷500亿 这个才是真正的穷穷穷 那我们很希望企业的努力 也需要政府从很多方面来营造新的时代 新竹市长林志坚全程参与整个参访的行程 也提出市政府跟志邦有良好的互动 像是委托志邦经营的铁道艺术村 期望竹客X计划能够吸引更多厂商进驻 带动地方发展 新竹市政府这几年来 我们和志邦艺术基金会有紧密的合作 我们把一个旧的铁道艺术村 把它活化 活化了之后由志邦艺术基金会来营运 然后让很多的艺术家可以驻村 但是我希望借由今天的机会 可以拿包包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那我也更重要的是要邀请黄资金长 郭总市长 希望这个志邦科技 未来也有机会进到我们竹客X产业园区 最好总部设在那里 这样新竹市政府就有税收了 昨天我也跟黄资金长 先突破电话 他也云络我 一定会好好来评估一下 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 截至目前为止 有24家厂商回台投资 距离50家的目标还有将近一半 未来这些厂商除了增进台湾的经济成长 也能够有效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凯破新竹陈洛怡红采访报道